这里的大片土地被热带雨林覆盖 生活着数千种野生动物 他对我们的这个摄像机非常的好奇 这里人们与动物有着特殊的相处之道 这里是人类的家园 更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 那里呢 团桌上面 远桌的给你拿一个 欢迎收看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东南亚的动物世界 东南亚分布着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生物多样性也位居世界前列 数千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我们曾拍摄过许多动物 在世界十大动物园之一的新加坡动物园中 我们就拍摄到不少难对一见的神奇动物 一进动物园 可爱的熔顶昌柳猴 就在和我们打招呼了 它是一个从亚马逊那边来的一种小猴子 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 在这边 已经非常小 它那个就已经是童年的猴子 离我们这么近 所有来这参观的人从来没有伤害过它 所以它很适应这个环境 而且大家刚才看到 它一直是在这一块区域活动 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个摄像机非常的好奇 果真是开放式的概念 动物就在行人的身边传缩 熔顶昌柳猴分布于亚马孙河一带 熔顶昌柳猴的头顶绒毛较多 故而得名 这些绒毛在它们遇到危险时会竖起 已使它们显得更加强大 从而吓退对手 现在熔顶昌柳猴数量很少 濒临灭绝 整个动物园当中是有多少种动物 我们新加坡动物园有大概2800只不同的动物 大概300种品种 我们跟随惠敏走在动物园中 各种动物就在我们身边 300多个品种约3000只动物 在没有人为屏障的舒适环境下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与游客和平共处 我们身后上面的这些网啊 这些藤啊 还有绳啊 这都是给这个红毛猩猩 这个玩耍的地方 然后你看 在那边 有一只都已经倒吊在上面 像表演体操一样 整个这个区域当中生活了多少只红毛猩猩呢 我们新加坡动物园现在有26只红毛猩猩 26只 两个品种 我们有那个苏门达拉红毛猩猩 还有一个是波罗粥 那这两种红毛猩猩非常不幸 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所以能在这看到非常的不容易 惠敏说 新加坡动物园的亮点 莫过于世界首个红毛猩猩自由栖息区 在绿意盎然的园内 红毛猩猩就好像在自然栖息地的环境中自由活动 走在这些专门设计的高架木板路上 游客可以在树顶近距离观察红毛猩猩自由活动 在这个开放式的动物园中 游客 动物 大自然融为一体 像给他们营造这样的环境容易吗 要经过一些思考了 因为你需要了解那个红毛猩猩它们的自然习性 也要想一些有趣的问题 比如说它在上面 如果它在排泄的时候 也就会弄到下面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 把它们的那个会逗留的那个位置 尽量不要让人在下面走 在园区里既可以悠闲地散步 也可以搭乘导览车 各种动物就在你的身边 犀牛 斑马 长颈鹿 凶猛的狮子 白老虎 我们仿佛置身于来自世界各地 最独特的野生生态环境中 动物看起来离我们很近 但是其实有河谷相隔 尤其对于狮子 老虎这样的凶猛动物 保证了游客的安全 这样的精妙设计 是它们工作人员最为骄傲的 这边能看到阿拉伯沸沸 当我站在这个前面的时候 你看整个这个猴群的反应都不一样 你瞧 有人吵我扔东西 有猴吵我扔东西 然后有的呢就是在跳起来 示意它们要吃 我丢给它们就可以吗 它也可以接到的 再来吧 哦 掉水里了 这样的互动体验 也是一种人与动物的交流 混迷说 阿拉伯沸沸去旁边 有一种东南亚独有的动物 叫做马来莫 哇 它的形象是这样的是吗 对啊 它又有一点像猪 又有一点像 跟马比较相似 你可以看它的耳朵 它耳朵这个边缘的地方是白色的 然后下面的地方都是黑色的 而且它们那个鼻子也挺特别的 有一点像大象 它平均一只受病大概有30年吧 马来莫是木类中最大的一种 又叫五不相 它的鼻似象 耳似锡 尾似牛 足似虎 蛆似熊 全身毛色黑白相间 主要以竹子为始 它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宾威武中 在新加坡动物园中 还有一个飞禽公园 脆弱森林 对 这个脆弱森林 其实是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体验 里面呢 它我们把那个热带雨林里面的 那个生活环境林造出来了 脆弱森林区域中 两万立方米的飞翔区 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飞翔区之一 它还将丰富多元化的雨林生物 呈现在游客眼前 当我们步入脆弱森林 犹如步入了热带雨林中 非常像鹿 但是它的那个体型 大概跟竹鼠的大小差不多 而且它的那个头部啊 尤其是眼睛 跟鹿非常的像 炯炯有神 它叫小西鹿 其实也就是第一是 它比鹿体型要小很多 另外它确实很像鹿 那个鹿鹿我们叫猫蝶 它长得其实有点像 鼠鹿 老鼠 除了小西鹿 在这里我们能看见 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鹿 拼拼西武的蝴蝶 我们仿佛闯入了它们的世界 在观景台 游客能和生活 鱼树官层的动物们 做近距离的接触 树懒 狐猴 以及大狐狐就在你身边 我非常喜欢的动物之一 我们可以转过来看一下 它们真的一点都不怕我 大家可以看到 它长长的尾巴很漂亮 之所以叫环尾狐猴 就是因为它的尾巴上是有这样黑白圆环 环绕起来的 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它的这个小爪子 它不像好多猴子 它是有很长的指甲的 会抓伤别人 但它的那个小手都是很温柔的 因为我以前是跟它握过手的 你看它走路的时候特别可爱 就是那个尾巴跳上来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蝙蝠 最大的蝙蝠 你们看到吗 上面挂着 倒挂在那里 这个没有人提醒 可能很难去发现的 对啊 但现在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翅膀合起来的状态 还没有打开 如果它打开起来 背起来 我觉得很壮观 其实是跟所有的蝙蝠 是相同的习性 这个时间它们是休息的 到晚上它们才会飞翔吗 是的 那像它是以什么为食物呢 这个马来虎蝠 我们主要是吃水 打开了 你看到吗 哇 真的 你瞧 非常长 打开了 我突然脑矮当中写现了 那个蝙蝠侠变身时候的 那个感觉 拍摄过程中 马来虎蝠突然张开了翅膀 这也让我们一睹 世界上最大蝙蝠的模样 马来虎蝠的翅膀 张开时可达1.5米之宽 惠民说 在繁复的雨林生态环境里 居住着许多珍贵 和受威胁的动物 脆弱森林展示区 正是野生雨林的缩影 而且还是一个 正迅速消失的雨林世界 在这里能深入领会 人与大自然之间亲密的联系 以及雨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惠民说 他们希望每个游客在结束脆弱森林的旅程后 能更加珍惜雨林 并为保育雨林而尽一份力 在新加坡动物园旁边 就是河川生态园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就生活在那里 河川生态园的大熊猫竹林 那这个是为了迎接那个熊猫 它们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特别建造给它们的 这个竹林里面呢 其实那个温度 其实是我们调在那个18到22摄氏度左右 18到22摄氏度 大熊猫凯凯出生于2007年 家家出生于2008年 2012年 它们从中国四川雅安来到新加坡 为了让它们生活得更加舒适 河川生态园的工作人员 完全模拟了大熊猫在中国的生活环境 添置了各种熊猫喜爱的植物 人造瀑布 甲山 水池等等 全年温度维持在18至22摄氏度 接近熊猫古乡四川的气候 当我们知道中国会把两个大熊猫 送到新加坡 送到河川生态园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开心 就做了很多的那个宣传活动 那当然所有很多在新加坡的人 特别是小朋友 没有看过大熊猫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期待 凯凯和佳佳在新加坡 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管理的小细节都能看出 新加坡人对于它们的 精心照顾和喜爱 马来西亚的果鸟是马来西鸟 曾经它们广泛分布于 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争 由于自然环境恶化 如今它们是极为稀有的 冰尾鸟类 我们曾在沙捞越州 梅里市的自然保护区拍摄它们 就是它的这个嘴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熊的那个关会比较大 关比较大一些 实的呢 这个关就小了 犀鸟 因突出的头骨形似犀牛而得名 在中国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 也生活着少量犀鸟 这些是马来西鸟 保护站里还有一间观察室 现在这个屋子里面是 它们是从这里观察它们 从这里观察的 这个是观察鸟 这是一个很隐蔽的屋子 距离观察室不远 就有一处西鸟的巢穴 工作人员因此拍摄到许多珍贵录像 还看到了有这样的监控 其实这个是 Juliet他在煮他的巢 他要在复旦之前 他煮自己的巢 煮了之后呢 他就会进去 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Jimmy就会把洞口封了 封得剩一个这么小的洞口 就是让Juliet的嘴巴能够出来 在这过程里面 他会在里面待上 二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里面敷小新娘 这是代表什么 他给它这个 提供一些筑巢穴 风冻的材料 对 这是雕的是土块吗 还是这个树皮 土块 所以说做这样的一个巢穴 需要两只鸟 共同协作来完成的 犀鸟先来土块 与吞食的水果 唾液混合 制成黏土 然后用它来封住洞口 死鸟会在树洞里 待上两三个月 孵化小犀鸟 这样的筑巢方式 可以避免天敌的攻击 但是如果在此期间 负责喂食的犀鸟爸爸 遭遇不测 洞内的妻儿也性命难保 能够探出来一个头 它是在等待熊鸟 机密给它送食物回来 对 机密给它送食物回来 能够看出来它焦急盼望的眼神 每天熊鸟要来回十多堂 可以运送一公斤食物 它把食物储存在喉囊 反出喂养一家子 此鸟探出洞口进食 也会对着洞口排泄 以保证巢穴清洁 通常新鸟一次生产三到四枚蛋 但是只有一两枚孵化成功 繁殖率很低 他们在交配过程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视频资料 那它在一年当中 交配会有几次 在他们这个监控过程中 他们只发现一年最多只有一次 一年只有一次 普罗州有八种常见犀鸟 沙老爷被称作犀鸟之乡 在8.6英亩的贝尔骚保护区里 生活着22只犀鸟 过去数十年 由于环境恶化 以及人类捕杀 犀鸟的种群数量锐渐 工作人员说 热带雨林数以万计的植物 为犀鸟提供了丰盛的食物 但是保护区里的犀鸟 只能以犹尊果为食 因为梅里的大片雨林 被改造为油棕林 这是令保护者们难过的事实 保护的动物和植物 这是一个例表 法律规定了 这些野生动物是完全受保护的动物 就是它们不可以被捕杀 不可以捉 不可以拿去卖 如今沙老远舟采取严格的措施 以确保野生动植物 有适宜的生存环境 我们盼望这片热带雨林 成为犀鸟自由飞翔的天堂 这里的人们与动物 有着特殊的相处之道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东南亚的动物世界 正在播出 在热带雨林中拍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轻易下水 甚至远离河岸 因为许多猛兽就潜伏在河流中 在美里的鳄鱼农场 我们就见识了 河流之王鳄鱼的威力 这么大 这么大一只 这有 我刚才看到的是 远处的那很大的一条 没想到靠近 靠近我的这边还有一条 他刚才是要攻击我吗 没有 那是惊险 把你的身心吓到他了 我吓到他还是吓到我了 对 看到鳄鱼那么害怕吧 刚才你也看到鳄鱼的时候 就给我给了一个小马尾 那一条吓到你了吧 你看他的嘴 就在这个护栏边上 就是本地的平均 他不会跳上来吧 不会 不会跳起来 我可以伸出去看看 现在我们会是给你们看看一下 为什么就像假的一样 都不动它 它其实是蛮懒惰的一种动物 懒惰吗 很懒惰 它吃饱了 它就可以睡在那边 整天都不动的 那这是他们在晒太阳 对 因为很流行 因为它是冷些动物 它们不会出汗 所以它们就是所谓 它们要排它们体力的热气的话 就打几个蛋开来的 它们现在是吃饱了吗 吃饱了 有些是蛮饱的 这些是马来鳄 体长大约三米 它们曾经广泛分布于马来半岛 及婆罗洲等地 目前野外种菌数量只有三千只 人们推测 鳄鱼在地球上已存活了八千万年 除了偶尔在沼泽里熏涌一番 这些水中巨手几乎一动不动 想要看它们活动 得用食物引诱 每天养殖员安排了四次喂食表演 工作人员向鳄鱼池里投入一只鸡 你看这些鳄鱼的肚子上面都鼓鼓的 看下那边那边来了 食物来了 食物来了 一口 你看只有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它们是瞬间爆发了它们的这个野性 平常的时候看上去跟它对视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让人很怜悯的表情出现 也是让猎物放松警惕 又来了 一整就挤 一口就吃掉了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吃饱了吗 吃饱了怎么还能吃得下 我们这边有三百只鳄鱼 所以不见得每一只会很饱 所以说 这边的饲养员在喂养鳄鱼的时候 只能通过这样的挂线 对 这个就是示范给你们看 人能走下去吗 我们可以 你不能 我们就可以 可以啊 那鳄鱼跟你们是有感情吗 它没有感情 不过我们知道它的性格 我摸得 摸透了它的习性格 摸透了它的习性格 对 作为河流中巨型的猎食者 鳄鱼的食量却小得惊人 由于消化速度很慢 它们饱餐一顿 可以几个月不再进食 当这只鸡出现 水中的潜伏者们 甚至没有争想的欲望 它只能近 它不喜欢藏着 你看它咬到猎物了之后 两个头还会不停地摆动 这是它护食吗 跑到这边来 那为什么没有别的鳄鱼 跟它一起争抢呢 其他的 我看应该也是吃饱的吧 它的食量 一天 普通这样的一只 它能够吃三只鸡 一天是三只鸡 一次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对 这好像和我想象的 这个食量还是 有一些差距 有点差距 相比于食物 鳄鱼更需要的是水 天气炎热的时候 它们浸泡在水中结暑 夜间气温过低时 它们会潜入水下保温 鳄鱼一次能生产 20到80枚蛋 新生的小鳄鱼不过20厘米长 在野外 到处是虎视眈眈的猎食者 因此它们的存活率很低 只有20%的鳄鱼宝宝 能活过第一个月 鳄鱼园还有不少野生动物 人们可以与黄金蟒亲密接触 你客是要给钱啊 你不必 你今天特别有待遇 其实之前我在这边 已经和这个蟒蛇亲密接触过了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 不用抓住它的头吗 它不会摇我吗 你试试看 它看到你的脸就不想摇我 笑一个 它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你不可以太大 你不可以太大力 它会痛啊 这只蟒蛇很干净啊 别过来 有这只就够了 OK 这些啊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的蟒蛇 本地的蟒蛇 怎么这么小 没有这个才两岁 两岁啊 那要长得像这么大得几岁啊 长得这样大的啊 最少我看要长七岁左右 七岁左右啊 哇 其实这样扛着还挺累的呢 来 我敬你啊 我敬你几条蟒蛇 我们的大惊失色 与当地人的淡定从容形成反差 蔡先生说 蛇是马来西亚人的朋友 正是他们的存在 水稻等作物 才免于鼠类的大规模侵害 鳄鱼园里还有一只熊 由肆养人抚养长大的他 很喜欢与人亲近 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贝贝 贝贝 哈喽 贝贝 哇 还在那喝奶呢 这是喝的什么 是牛奶吗 哇 很可爱啊 走下去 走下去 他跟你撒娇一下 多大了 六岁 六岁 哇 靠在饲养员的怀里 你坐下去 他就会靠着你了 嗯 好 还是有点 虽然是一只小熊 但是我从这个侧面还是看到他 你好 你好 我真的像是一个洋娃娃一样的 不像是真虚 哇 我觉得他现在注意力完全没在我这 特别专注的在喝他的牛奶 嗯 但是从这个侧面看 他的这个牙齿还是很锋利的 他这个爪有多锋利 特别的长 还挺舒服的感觉 我就是狗熊在六岁了 嗯 每天要洗澡 然后又半个小时的晨晕 嗯 哇 像是个小宝宝一样 可以这样摸摸他 可以 马来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熊科动物 清晰在热淡雨林中的它们 也是唯一不冬眠的熊 这个房间里面 这只小熊的房间里面全是椰子科 他很爱吃椰子 这个椰子汁 在地上他都会把它舔干净 吃干净了之后再吃下一个椰子 一点都不难喝 吃椰子的时候和喝牛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吃椰子的时候才暴露出来他自己的野性 这才是他的本性 而且他这个剥椰子的方法很值得借鉴 手脚并用 手脚口并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你看他 他要拿他的椰子来喝 好可爱 在喝这个椰子的时候 就跟刚才喝牛奶 又回到刚才喝牛奶的 憨慨可惧的样子了 两个脚翘起来抱着喝 在东南亚 野生动物提醒着我们 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与紧迫 这里是人类的家园 更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 那里 远处的给你拿一个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东南亚的动物世界》正在播出 《东南亚的动物世界》 《东南亚的国家》大多拥有辽阔的海域 在热带雨林和大海相交的地方 生活着许多特有动物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巴湛岛 曾经拍摄过世界最大的陆生蟹类 椰子蟹 在去寻找椰子蟹的路上 我们却首先遇到了另一种奇特的动物 这是猴子吗 还是 拿小鞋 你看 这就是在马路边上 这个是什么猴子 黑关猕猴是印尼独有的一种猕猴 主要生活在苏拉威西岛东北部 后有当地人带到巴湛岛 这附近的橡胶鼠是他们的主要栖息体之一 看到我们身上带着食物 几只胆大的猴子马上聚了上来 看到我手上有生肠 看到我手上有生肠 你看看 给他 给他 帮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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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还有三只 另一只在那里 远处的给你拿一个 您这是拿的什么 帮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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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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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关猕猴 因头上长有一缕 黑色的毛发而得名 虽然在外形上和星星很相近 但他却是一种猴蚵动物 他们白天在地上活动 晚上则会回到树上休息 别看它们对香蕉轻有独钟 有时也会捕食鸟类 青蛙和蜥蜴等小动物 你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它自己不会剥香蕉皮的 我给它剥开了放过去 然后刚才它自己从我手上抢了一个 自己已经剥完了 还想要啊 而且它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人 它说不害怕也不凶 也不凶 但是野生动物还是扭轻一点 刚才呢 老实说让我们现在 不要再给它喂了 这样会有更多的猴子聚过来 那边来了 这边也来了 这边两个也来了 黑光米猴都是成群活动 十几只为一个猴群 每个猴群都有一个猴王 它们生性活泼好动 极具好奇心 你看这些猴子和人特别的亲近 它和人特别的亲近 是不是经常会有人在这边 给它们喂食 这样是我们对它亲近 给它吃的 不要对它那么凶 都自然也比较顺 温顺一点 温顺一些和人是很亲近的 一客丧说 黑光米猴的寿命在20年左右 目前巴占岛上的数量 约有10万只 由于种群数量相比之前 有了明显减少 黑光米猴已经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宾威武中 现在 在苏拉威西岛上已经建立了黑光米猴保护区 禁止偷猎和砍伐树木 以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不被破坏 告别了可爱的猴子们 我们继续去寻找椰子蟹 听伊克桑说 椰子蟹主要生活在附近的曼迪奥利岛 想要到达那里 需要乘坐一个小时的快艇 但由于曼迪奥利岛过于偏僻 很少有游客到过那里 而当快艇驶出码头 行驶在海中时 我们才明白 那里人际罕至的真正原因 听船长说 快艇在海中必须迎着海浪行驶 否则就会有帆船的危险 尽管我们的时速只有30多公里 但船身在上下颠簸的同时 还会左右不停地摇晃 就连见多识广的摄像师 也变得面色铁青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你们觉得今天要比赌 在游乐场的这些高级项目之间 而且游乐场做高级项目 最多只要五分钟 听伊克桑说 我们的运气不太好 赶上了风大浪迹的一天 出于安全的考虑 大家一路上都紧紧抓住一辈 熬过了紧张 而又惊险的一个小时 在我们来到曼迪奥利岛之前 很难在网络上查询到任何相关信息 就连船长都需要导航的帮助才能到达这里 由于远离污染 这里的天空和海水纯净地令人窒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 都犹如一张精美的明信片 面对如此美景 我们一路上的疲惫早已被一扫而空 我们在村民鲁斯兰的带领下 前往椰子蟹七夕的海滩 他告诉我们 椰子蟹以喜识椰子而得名 莉莉村附近有很多村民种植的椰树 是他们最爱光顾的地方 由于椰子蟹的习性是晝福夜处 我们今天只能碰碰运气 去他们的巢穴里找找看 这是我们的排头兵 先过来了这几个大哥 先帮我们找 有发现吗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上石头的 这个就是 我特别想拿手去抓 然后大哥说要小心一点 根本发现不了 它的颜色和这个树叶的颜色 是很相似的 你看 在动 听这位村民说 椰子蟹惧怕阳光 白天喜欢栖息在树荫下的石缝里 每只椰子蟹都占据一个单独的洞穴 随着个头的增长 它们还会自行去挖掘更大的洞穴 哇 这和螃蟹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一个大的蜘蛛一样的 很像大的昆虫 是 是像个棍蟲 你看上面还有这样的绒毛 而且这个壳 壳不是特别的硬 它和螃蟹一样的 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爪 然后在前面呢 也会有两个蟹熬在这 翻过来了以后 看它这个尾巴 又特别像是一个龙虾一样 会有个虾尾 椰子蟹是一种寄居蟹 用粘食寄居在 其他软体动物的外壳中 因此它的鳞足一大一小 腹部也比较柔软 成年后就会脱去外壳 并生长出类似螃蟹的硬壳 它们广泛分布于印度洋 和西太平洋海域 平时在陆地上活动 只有在产卵时 才会挥到海中 小的 小的类型 它的小宝宝 这是一个小的叶子蟹 那最大的能长到多大呢 九公斤 九公斤 这么大 鲁斯兰说 叶子蟹是世界上 最大的陆生蟹 成年蟹可以轻松地 爬到椰子树的顶端 与地面的距离 能超过18米 找到椰子后 它们会用蟹足 将椰果的枝条剪断 再爬到树下享用 像它吃椰子呀 这个椰子不是长在树上吗 这一整个它怎么能吃到 它先把这一部分 局部的把它先拍出来 它会在这个椰子上面 造一个洞 造完洞之后呢 会爬到这个椰子里去吗 小的话 会爬到里面 大的话就没办法 就这样从外面 就这样夹那个肉出来起 拿钳子进去夹这个椰肉 除了椰子和其他水果外 椰子蟹还会捕食动物的尸体 甚至是小于自己的同类 因此也被人称为强盗蟹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它那对强壮油力的熬组 它抓得还是蛮紧的 你看 它抓得特别紧 而且越动 你看这边的这个钳子也上来帮忙了 我已经搬不下来了 你看张开了以后 真的特别像是一个大的蜘蛛 它走的时候这是走直线的呀 一般的螃蟹不都是这样横着走的吗 对对对 它可以往前走 你看离远一点 在一米以外的位置 根本就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它的这个 对 它已经往前 它会自己再找到自己的窝了 是吧 找到自己洞穴再进去的 它随便找一个石头 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虽然经历颠簸 暴晒 最后还是在这边能够发现 这样一个奇特的物种 在东南亚的海域中 还生活着许多动物 它们远离人类 出谋不定 要想看到它们得靠好运气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我们就有机会拍摄海中精灵 海豚 而且看海豚的时间 非常的讲究 你必须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 就赶到海滩 到海的中央去看海豚 听说这海豚 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可以有幸被看到 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对于所有设置组成员来说 这都是第一次在海上观看海豚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可爱的动物 大家心中都充满了期待 华电集团的何雍 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 曾多次来罗维娜观看过海豚 今天的云稍微有一点点的厚 所以它有点遮住太阳了 对 太羞 我们只能若隐若现地看到阳光 现在是有点洒到海面上的感觉了 听何勇说 罗维娜常年都有海豚出没 除了雨天几乎都能看到 海豚一般在清晨六点左右出来觅食 运气足够好的话 它们可能就会出现在船边 根据您的经验 今天有可能会看到海豚吗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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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看到海豚 传老大说 今天很有可能会看到海豚 那么什么季节 几月份比较容易看到海豚 2月半 2月半的浪比 比较平 船夫穆萨今年48岁 是电厂周边村庄的村民 开船带游客来看海豚 已经十几年了 据他介绍 这里的近海生活着几百头海豚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能看到野生海豚的地方 大概行驶了15分钟 我们来到了海豚 经常出没的一片海域 我们现在慢慢地接近 观看海豚的最佳地点了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 海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船 那你看还有一个像什么 很像蜘蛛一样的船 对 它这个船也就叫蜘蛛船 就叫蜘蛛船 是当地的一种船型吗 对 当地的一种船型 那这种船有什么特点 一是它的形状很有特色 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 造型比较窄 它像蜘蛛这样伸展到两侧 能保持船身的平稳性 尽管蜘蛛船的船身非常狭窄 但视野却很开阔 由于船体较轻 它的速度很快转向灵活 非常适合在海面上追逐海豚 就在我们来到蜘蛛船 最集中的水域时 不远处突然出现了海豚的踪影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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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在这里 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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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只海豚呢 哇 天哪 哇 小海豚 这海豚个头比较小 你看 现在船头啊 所有船头的方向 都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 因为大家同时发现了 海豚正在跟海豚竞速呢 看谁跑得更快一些 与海豚的初次泄后 让我们非常兴奋 听何勇说 我们的运气非常好 有时一个早上 也未必能看到几次 现在我们还只是在海豚活动的外围区域 继续经史 应该会看到更多的海豚 那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几头海豚的话 是属于大海豚还是小海豚 这个群 它属于类型小的 小的 那还有很多种类型吗 还有很多 那您见过有几种啊 斑点吗 斑点 是一种身上有斑点的海豚吗 那当地人管那种海豚叫什么名字 我们说牛海豚 牛海豚 海洋馆里的海豚 通常是嘴巴较短的宽纹海豚 而这里的则是嘴巴细长的长纹海豚 有时还会出现几只斑点海豚 这些海豚的体长大约在两米左右 以海中的鱼类和软体动物为食 野生海豚都是成群活动 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三四十公里 因此想要追上它们并不容易 别动 别动 快看 哇 哇 好近啊 那边又有了 哇 一群 一群 哇 哇 好美啊 好美啊 哇 跳过来了 哇 在那边跳水 在这片海上啊 你就是时不时地会听到 哇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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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呼喊完了之后马上就不作声 然后静静地看着它 因为它能够出现的也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但是一旦靠近海豚的时候所有的船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 然后给海豚一个活动的空间静静地看着它优美的身姿 海豚是一种小型的精雷动物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浮出水面换气 它们天生喜欢吸气 经常会在海面上跳跃 据说这样既能减少行进中的阻力 也能让求偶的熊海豚吸引异性的注意 由于它们每次出现的时间太短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但就在我们打算返航的时候 海豚们却像要与我们捉迷藏一样 突然出现在了船边 哇 跳得好高啊 哇 好多耶 海豚就在我们眼前 这边 这边 哇 快看 快看 哇 这些海豚就像在跟我们银行一样 在为我们带路 现在又平静下来了 又躲起来了 一整个早上我们都在跟海豚捉迷藏 海豚在跟我们捉迷藏 你就觉得大海真的是太好了 世界上县村的海豚种类共有40种 但近年来由于渔业雾补补 海洋污染 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 一些极其珍惜的品种 可能面临灭绝的危险 这些海洋精灵的生存环境 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次追逐海豚的旅程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 但是却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难忘 蓝色的海洋跟绿色的大地一样 为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而蓝色的海洋又是世界上最宽阔的高速公路 连接着我们和远方 真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 不去善待它 不去爱护它 愿这片广阔无垠的蓝色大海 保持湛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